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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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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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把你掌心弯出来 一掌心 最后一句 坚果 种子 一茶匙 手在头顶上像小山一样 坚果 种子 一茶匙 十 以上的六个口诀 你学会了吗 希望你等着和我一起动一动哦 我的餐盘六口诀 请你跟我这样做 每天早晚一杯奶 每餐水果全头大 菜比水果多一点 半根蔬菜一样多 豆鱼蛋肉一掌心 清果种一茶匙 跳完我的餐盘六口诀 你是不是记得更清楚饮食的分量呢 接下来我们要教小朋友 珍惜食物 不浪费食物 当你在吃这一顿营养又美味的食物时 我们想想看 这些食物到底是从哪里来 使农夫心情地去耕种 使渔夫出外海去捕鱼 那这些农夫啊 渔夫们呢 种植养植的人 他们这些食物呢 是需要经过非常非常辛苦 才能够得到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食物可以吃 那小朋友 你想想看 这一顿美味的餐点 背后还要有哪一些人辛苦的付出呢 像是这个大热天啊 厨师们呢 要在厨房里面呢 要煮饭 然后呢 用心的去烹调 你才有一顿美味的餐点 如果啊 你是农夫 或者你是厨师 那你看到你种的东西被浪费掉了 或者是你煮的东西被浪费掉了 被倒掉了 那你会有什么感受 你会不会很难过 你今天很辛苦栽种的东西 然后呢 被丢掉 然后你辛辛苦苦煮了一顿美味的餐点 然后因为小朋友挑食 然后丢掉 或者是煮太多丢掉 你会有什么感受 别忘了哦 其实小朋友你午餐的 营养午餐都是由营养师很用心去设计 他希望我们都能够营养均衡 所以呢 你在用餐的时候呢 其实这一顿餐点是有很多人的付出 加上营养师用心的设计 老师才会希望你要把它吃光光 平常你会爱惜食物把它吃光光吗 我们班很棒 几乎都是做到零厨余 都没有浪费食物 我们要养成这样珍惜食物的好习惯 把今天自己该吃的分量都吃完 当你在享用这顿美味又营养的食物时 要感谢谁 对 感谢辛苦种植的农夫 还要感谢为我们烹调的厨师 千万不要去浪费食物 想着背后有这么多人的付出 我们更要珍惜 以下呢 有几项饮食的一些原则 请小朋友帮老师检查 看看你是不是都做到了 如果你都做到了 请在前面的笑脸帮老师涂上颜色 好 第一个 六大类食物我都吃了 你可以在前面的笑脸涂上颜色 第二个 符合我的餐盘饮食原则 你也可以在前面涂上颜色 每一餐都把自己的分量吃完 你也可以涂上颜色 如果你都涂上笑脸 恭喜你 你已经符合 每天都吃六大类的食物 而且呢 也符合我的餐盘六口诀饮食的原则 那 珍惜这个食物 每一餐都把自己该吃的分量都吃完 养成珍惜食物的一个好习惯 我们要懂得知恩 祈福 常常要想着 农夫啊 他细心的在种植 在栽培 这么辛苦 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 我们没有办法吃到这么营养美味的食物 所以啊 营养午餐啊 是根据我们小朋友 每天需要吃到的营养 需要的一个量 所以要把午餐都吃光光 那均衡饮食 把自己的分量呢 吃完不要去浪费它 以下呢 有几种是浪费食物的行为 那情境一就是在家里用餐 那我们第一个 提醒爸妈一次不要煮太多 第二个 我爱吃的食物 咬一口就丢掉 第三个 把自己碗里面的食物吃干净 那请小朋友告诉老师 这三个问题里面 哪一个是浪费食物的行为 我爱吃的食物咬一口就丢掉 没错 这是一种浪费食物的行为 情境二 我们在学校用餐 一 只吃爱吃的菜 二 每样菜都吃 三 把自己的午餐分量吃完 只吃爱吃的菜 这是一种挑食的行为 这也是一种浪费食物的行为 情境三 我们到超市去买东西 一 我们看到特价食物 就叫家人多买一些 二 提醒家人需要的食物买就好了 一次不要买太多 第三 我们要注意食物的保存期限 趁新鲜赶快把它吃完 以下哪一种是浪费食物的行为呢 到看到特价的食物 就叫家人买多一点 因为买一送一很便宜 这是一种浪费食物的行为哦 珍惜食物的方法有哪一些呢 其实我们可以先计划好 再去买 吃多少 我们就买多少 然后我们如果去外面用餐的时候 要一次就点很多 我们真的真的吃不饱的时候才去点 接下来我们要充分的去利用这些食材 减少这些食物垃圾 还有我们要吃多少才煮多少 把餐盘里面的食物都吃干净 吃得刚刚好 你要去浪费食物 这也是可以减少温室气体 也是爱地球的好表现哦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观赏影片 珍惜食物 吃不下了 爸爸 我吃不下了 吃不下了哦 对 那我们请老板买单哦 好 老板 我们这边买单 帮我们算一下多少钱 你好 这边吃完的部分 大概是250 没吃完的是100 那我们前面买单哦 我们下来 第二个 第一个 明天买单 有吃完吗 好 我来看 为什么又没吃完 因为我都不喜欢了 而且真的很好吃 那怎么办呢 欸老婆 你看 就跟你讲不要特价买这么多啊 都过期了 怎么吃 你还说 这罐头不是都你买的吗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资料显示 台湾平均每户家庭一年的饮食花费 大约为15万8千元 乘以14%的浪费比例 换算出每户家庭每年浪费食物的金额 大约为2万2千元 谨慎理财 习食至上 相关资讯请追踪 习食台湾脸书粉丝页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关心环境也关心您的荷包 小朋友 看完以上的影片 是否更懂得珍惜食物 不浪费食物呢 2 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 还有很多人正忍受着饥饿的痛苦 我们要知福祈福 而且要懂得去感恩回报 今天的健康课 我们就上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